大家好呀,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女孩出门游玩惨遭囚禁虐待的故事 小白跟男友打算到远郊山上吃点野味 他们来到一家山中餐馆 落座之前,小白给相依为命的姐姐小锦打电话报了个平安 可是这个餐馆已经关张多年 当家的男人现在以养鸡为生 但看到有人慕名而来,还是打算勉为其难的收留两人一天 小白男友正高兴呢,不曾想意外来的相当的突然 养鸡老居然们不作声就把他给杀了 紧接着就把小白绑进铁笼子关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惊恐让小白措手不及 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经过一晚的恐吓,小白对养鸡老的指令不敢不从 在养鸡老的威逼下,小白脱光了衣服,被冲了个冷水 接着换上睡裙,去欣赏养鸡老的歌唱表演 头发已经花白的养鸡老穿上年轻时尚的衣服在那卖命演唱 可是唱的歌相当难听 小白甚至被这难听的歌声闹得忘了恐惧 养鸡老发现小白那不屑的表情很是愤怒 于是就对小白一顿虐 可怜的小白惨遭养鸡老受性蹂躏 一连数日,小白被养鸡老虐得奄奄一息 他拿来虎口前,一颗一颗拔掉了小白的牙齿 那种痛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姐姐小景不知道妹妹此时身在地狱 但是她依然心急如焚 因为妹妹每次打到这片山头就再未联系过她 妹妹失踪,小景来到野郊派出所报警 可是老骗警推托根本不愿意接警 但年轻的骗警看上小景的美色 主动献殷勤送上名片 小景顺手接了名片丢在车里 懒得理这个年轻警察就独自去寻找妹妹 聪明的小景根据妹妹在电话里提到的零碎信息 还真找到了这家地狱餐厅 只是小景无任何证据 也只能礼貌性地打探这个山野老店 而妹妹此时就被绑在屋里 外面的姐姐根本不知道 虽然小景在这里没有任何发现 但这里充斥着一股阴森的气息 小景料定这里肯定有事啊 于是小景马上回到派出所 他再次恳求片警帮忙去这个地方搜索 老片警耐不住小景苦苦哀求 于是答应帮他去走一遭 狡猾的养鸡老知道小景不会晒霸甘休 早就把小白藏好了 警察过来一无所获 小景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线索 只好作罢 只是众人走后可怜的小白便遭毒手 直接被养鸡老丢进绞肉机毁尸灭机 已经完全没着落的小景本打算打到回府 没想到刚开车出来就撞了人 而这人居然还是过来送鸡蛋的养鸡老 其实这是养鸡老的计谋 他故意说前两天好似捡到一条项链 跟小白的项链有点像 小景果然上当跟着他回了家 第二天年轻片警接到电话 说是有无主汽车被盗 而车里有他的名片 年轻片警马上知道这是小景的车 此时小景人不见了 车被盗了想必他是出了什么事 于是片警前往养鸡老家查看情况 而此时养鸡老家中正如大家所料 小景已经被养鸡老绑在床上 显然小景和小白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女子 而小景更加猛烈泼辣 正符合养鸡老的胃口 养鸡老在小景面前对杀害小白的事也毫不遮掩 可是对小景来说是巨大打击 还好养鸡老有洁癖 往来的女子都要冲洗干净在享用 就在养鸡老出去给小景准备换洗衣物的空档 小景已经挣脱了绳索 当然这些事养鸡老并不知道 她还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进入房间 可是当她转身那一刻 小景拿着一个大铁钉就刺向她 小景毕竟是一个弱女子 这个突然袭击也仅仅是伤到了她的手 这下养鸡老可真怒了 对小景那是一顿毒打 只打到小景口吐鲜血才肯罢休 打够了小景 于是再把小景绑好去处理自己的伤口 此时片景已经摸到养鸡老这 她悄无声息的潜入到地下室 果然发现被绑在这里的小景 可是这个年轻人毕竟年轻 小景结绑什么都没办成 就被养鸡老抱了头 此时养鸡老已经杀红了眼 提着斧子就向小景批来 小景吓得不轻 但是思路还算清晰 整个逃跑路线完整 虽然有些量抢 但是成功逃出地下室 养鸡老紧追不舍 但是他跑到外面 却没有发现小景逃跑的身影 其实小景也根本没有打算跑 他的目标是杀死养鸡老为妹妹报仇 而此时小景已经成功反身下地下室 拿到了片景的手枪 当养鸡老还在寻找小景时 小景却自告家门出现在养鸡老身后 面对小景手上的手枪 养鸡老也不慌张 这个自16岁就开始杀人的魔头 根本就不怕一个提着枪的年轻女人 果然当养鸡老扑向小景时 小景的枪真没打中 接着手上的枪还被养鸡老打飞 随后养鸡老一记重斧 小景成功躲避 而这斧头牢牢地砍在木头上 于是养鸡老在使劲拔斧头 而小景的拼命找手枪 当养鸡老成功拿着斧头来攻击时 小景也找到了手枪 而这次更近距离射击 命中养鸡老 可是养鸡老并不惧死亡 还疯狂讲述怒杀小白的过程 小景彻底被逼疯了 疯狂朝养鸡老射击 养鸡老邪恶的性命从此画上句号 外出旅游需谨慎 当你贪恋外面无限风光时 或许风光下也有一双眼睛在贪恋你 安全第一结伴而行 记得随时发定位哦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